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Fix Sneakers的小花花小姐姐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那2019年呢,已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样子 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 那最近呢,我没有抢到什么特别hype的鞋款 而且呢,又比较忙,所以就有一点点脱根的感觉 那这两天呢,就想拍一个视频啊 就是集体说一下我最近买了一些有一点点倒闭的鞋 然后呢,顺便呢,就给大家说一说2019年的 我们predict出来的流行趋势 到年末的时候,大家回过来看看这个视频看看 我说的是不是对 那说到这个中国农历新年呢 也是很多鞋啊,不止耐克 就是很多品牌呢,出了CNY的这个配色 那其中呢,像 就是,其实每一年农历新年 他们都会出这样的主题 之前呢,就像生肖的蛇年,狗年之类的 那今年呢,就是很多 像耐克呢,出了很多百家一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那第一双呢,我就想说的是这个Air Max 98 那这双鞋呢,就是 它是一个之前天津喷的这个天津版的那种配色 而且呢,它结合了很多蛇皮啊 年化啊,还有马毛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但这双鞋呢,整体来讲啊,1699的发售价呢 我还是觉得有点略高了 所以说,我个人还是不会去购入这双鞋的 那第二双鞋呢,我就想说这个Flight Passette 那这双鞋呢,是其实比较有特点 就是只有在北京和天津发了 可能耐克也比较知道了 就是北京天津人比较喜欢喷泡 但整体来讲的话呢,还是没有去年的烟花盆好看啊 第三双呢,就是这个乔12 那它呢,是表面上用了一个这个Play Off的配色 但实际上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黑色那一层布呢 它底下还埋了一层布 就是那个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元素在里面 另外呢,也有很多像篮球鞋 比如说凯里五啊,然后还有这个Blazer Low呢 也出了这个百家一的配色 但这两双呢,就是它只用了百家一 其中呢,就是一个就是花纹在里面 那邝威的这双鞋呢 就是All Star这双就是还比较有特色 它用了百家一的这个配色 并且呢,它就是结合了很多种拼接在一起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邝威这双鞋相比于其他的要更加好看一点 也是这双鞋可能之前为什么炒到2000多的原因啊 那这些鞋型呢 除了这个北京天津限量呢 其实我觉得国外应该也会发售 但是呢,国内已经发的风生水起了 但国外这边呢,还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希望能够赶紧出消息 那看了这么多CNY元素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设计师对于中国元素 还是有一些什么误解 就是它发了很多鞋呢 就是还是比较花的 虽然农历新年啊 就是大家走亲房友的时候出去穿一下 还是比较,就是怎么说 再得赢了 就是上海花 然后呢,但是就是过了年了以后 就是穿出去的话 日常穿大还是不是比较 不是那么的合适 就比如说我的第一个官子,对吧 克里斯老板借给我们这双鞋评测 那看到这个鞋盒呢 大家应该也已经知道是哪双鞋了 那我就简单的来评测一下这双鞋 首先呢鞋盒上面就是这个 这个标志呢是上面一行是两个标志 下面一行三个标志 也体现了23 那上面呢是一个桥单标 然后加了一个Cloud的字样 下面呢是这个写的Jordan23 以及Cloud这个标志 那打开这个鞋盒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有一张这样的卡片 那可能是就是因为全球发售嘛 就中国人都知道兵马俑是什么 但是大部分国外的人只知道兵妈用 对吧 你告诉他兵妈用也没有用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你告诉他是土做的人 他也不信 对吧 那给他一看这图他就知道了 并且呢这个也很有特色啊 上面穿了一身这个兵马俑的这双鞋 那背后的话呢 它是加了一个这个飞人标 和这个Cloud的标志 那这双鞋呢 拿出来整体看一下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还是一双非常有文化底力的鞋 但是呢我是真的 很就是很难怎么说呢 get它就是审美方面 我还是很难get的 那评测一下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土色和土色 平接在了一起 另外呢这个砖色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兵马俑这个盔甲 然后挖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个盔甲上面有这个颜色 另外呢他就加了很多金属啊 比如说这里就是鞋舌上面呢 加了一个Cloud的标志 那鞋后跟处呢 有一个金的这个飞人标 这双鞋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我不大会去就是买来 然后平时穿 因为我觉得搭衣服的话呢 还是比较难搭的 那除了耐克以外呢 其实各大球鞋品牌呢 也出了很多新年的配色 像阿迪达斯呢还是日常的倒闭 那Vance呢他和苏无口进行了合作啊 就出了这个新年 就是猪年的一个 Old School的新的 就是有两款吧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其中一款呢 就是他那个Old School 就各种元素都放大了 就是有一种猪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款呢就是粉色的 而且那一款呢 就是他那个有一个魔术标啊 是可以撕掉的 也是跟2018年那个 一个流行趋势比较接近的 那另外一款呢 还有出了一个粉粉猪的那个配色 然后上面一个黑色的那个日常标 对吧 就也很好看 另外呢比较有特色 就是李宁啊 他出了一个佩奇配色 哈是佩奇是吧 那个佩奇配色呢 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希望他能够赶紧出出来 那最近的消息也不是非常的多 那说了这么多 关于中国新年的事情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2019年 我们所预测的球鞋趋势啊 就是我感觉呢 就是会加入更多的 就是2019年呢 我觉得应该对于球鞋来说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年啊 它会融入很多电子方面的 这个科技 真正到球鞋 以及服饰上面 最近出了这个 Nike Adapt 也是非常火 大家也可以知道 就是两年前嘛 就是他耐克出了一个 Hyper Adapt 1.0 那那一双鞋呢 其实就有一种噱头的感觉 或者说呢 它其实是一个试验品吧 那售价呢 当时是700多刀 而且呢 就是也只是在鞋上加了一个自动戒鞋带的效果 而且呢 也没有什么NBA运动员 或者是任何运动员 穿上它去跑步啊 运动之类的 就主要呢 它那个电池块可能也比较重吧 就是实用性不是那么的强 那时鞋带的认判 那时鞋带2年以后呢 耐克出了这个Adad App BB这一款呢 我是觉得非常的酷炫 所以他不但就是加了这个ZOOM科技 而且他电池还有自动充电 又造了一个app什么可以调灯光 然后又可以custom 反正就是我觉得各种铺炫 就真的是感觉到科技融入到这个球鞋当中 而且呢它售价也比之前要便宜很多 差不多只有300美金那样 350美金吧 那就是你想一下这个椰子700对吧 也300多 然后反正就是各种值 跟Fail of God和700椰子各种比起来呢 就是我觉得这双鞋真的是 如果能原价购买到的话 真的是非常值得 那相比于第一代呢 这一代就是有NBA的球员 就穿着它上去打球了 那说明这双鞋的可靠性呢也是非常高 而且呢科技性很强 也真正体现了Nike Just Do It的精神 那19年呢除了会就是 把各种电子的科技融入到球鞋当中呢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趋势 就是它会把一些未来感 像外太空的那种感觉的设计 融入到球鞋的设计当中 比如说像之前呢其实已经出过很多的 像我们已经评测过的Vance和NASA联名 然后包括AirMac还有这个Marsier的以外呢 也出过像PG啊 像安踏也出过这个外太空的那种感觉的球鞋 那之后呢其实像2019年马上就会出这个Nike 720 那那双鞋呢也是科技感 就是整体看上去就是非常像外星人的感觉 就两只黑色的眼睛在上面 并且呢这个之后呢也会出Undercover和Nike React合作算是2.0的版本嘛 那那双鞋呢也是就是一双科技感非常强的一双鞋 那说到Nike React呢我就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最近买的一款比较倒闭的Nike React 87 那这双鞋呢SAM小哥哥觉得非常好看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还是有点丑的意 那这双鞋呢就是把粉色和黄色 然后包括一些蓝色的元素呢融合在了一起 那关于Nike React呢其实我也是之前出了很多视频了 像最初的这个白色和黑色的版本 然后还有后面的跟Undercover合作的一些视频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做出一个决定 想要问问大家请弹幕刷起来 大家到底认为这双鞋是丑还是好看呢 那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 其实除了这个科技感方面呢除了运动品牌它会融入呢 其实高端的奢侈品牌像昨天LV show里面 也是Virgil Ablo作为LV主设计师的第二季嘛 就是那个show里面呢虽然是以Micro Jackson为主题的一场秀 就是也加入了很多复古的元素但它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科技感在里面的 比如说呢它一开始啊就是出了那些衣服就是它有那种蓬松的感觉 而且呢加入了一些很多金属元素在里面 嗯同时呢又加入了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那种大logo的感觉 那整场受的就是推向高潮的呢就是灯光熄灭的那一刻 这个模特走上台然后穿着就是拿着一个发光发亮的那个包对吧 然后那个球鞋呢也是带有一个小屏幕上面呢也体现了就是LV的一些logo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整就是那一段呢就是非常惊艳啊 我感觉台下的观众都看傻了大家就可以从我的这一段自己个人的口述当中发现呢 其实不单单运动品牌就是一直高到这个LV像这种高端设计品牌呢 它其实也是把科技感带到里面那所以说呢像之前就是比较流行的像老爹啊 然后袜子鞋啊还有什么工装风格啊 其实虽然说可能在2019年还是会有体现 但我个人认为呢2019年比较有突破性的一点 还是科技感方面融入到设计生活当中 那说完了这个未来感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复古方向啊 虽然说我刚刚说我不会说复古 但我还是要说一下像2018年呢就是大家都已经总结了 这个AJ1肯定是就是占了市场的风头 然后一下子也是被炒高了 但我觉得呢2019年啊从最新的出了几个AJ1的配色来讲呢 可能乔一的热度会下降一点 那可能其他复刻的一些球鞋的热度会更加高一点 就我们今天呢就买了一双这个今天刚刚发售的倒闭blazer 但这个鞋盒呢就是非常的OG啊就是很vintage的感觉 就用了耐克非常OG的鞋盒对吧 这里一个耐克标然后上面一个白色的勾 那打开鞋盒呢就是这个非常vintage感觉的这个这一双blazer 那这个呢我们两个配色就是买其中的两个配色 那它发售的是蓝色红色和绿色嘛 那我们是买了红色的和蓝色的可以搭 如果有小伙伴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跟自己的小伙伴 然后搭配一个鸳鸯我觉得也是非常帅的 然后另外呢我们就看一看和之前的这个off-white blazer 进行一下对比啊 看看这双鞋到底vintage在哪里 那首先呢是鞋头的部分 它这个就是之前一开始最OG的这个blazer呢 其实是这个鞋头部分呢用的是sweet的 而且呢它在侧面呢跟这个off-white的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 它是侧面呢加了一块这个皮 并且呢它正常OG版本都是在侧面有三个点的 但是呢像之前blazer呢这个off-white的版本 它就丢失了这一些非常OG的元素 同时呢你们不要说这个海绵是这个off-white的专属是吧 其实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blazer它用的就是这样一块 就是非常容易氧化的这个海绵 然后这块呢就本身就是黄色的 而且这双鞋呢就本身就非常的clean的感觉 它只是加了一个这个swoosh 那这个swoosh呢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呢会发现 它其实跟这个乔一的钩其实是形状上面有一点不同的 大家从这个鞋标上面呢就是鞋舌上面的标也可以看出来 它更偏向于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咋说 那它这个钩呢更偏向于圆润一点的感觉 就是它更往下凹一点 但是像乔一的话呢它就会稍微的耐克钩会就是快速的往上到最上面那一部分 另外呢这个鞋带方面它上面呢就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涂了一层蜡在上面 那鞋的中底部分呢它也是上面有一些细小的花纹 那blazer这双off white呢它就是完全是黑的对吧 但最og的版本呢它是稍微粗糙一点的有一点花纹在上面 这双鞋的皮质呢整体来讲就是其实还可以啊 虽然它就是因为它的发售价本身也很便宜嘛 就是100美金左右的样子 我觉得100美金其实是我今天评测的三双鞋里面 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一双 那关于blazer呢它之后我也是看到了 就是之后会跟撒菜还是撒开 反正就是一个日本品牌 大家告诉我一下到底怎么读好吧 那个品牌进行的一个合作 就是那个品牌它两个勾 而且中底也是两部分 就我觉得那双鞋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双鞋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非常火的 说不定价格叭击就炒上去了对吧 然后这双鞋blazer说不定就2019年炒了很高了 那如果大家对blazer这双鞋呢有兴趣的话可以现在也穿着低价赶紧购入 那还有呢就是2019年耐克会肯定肯定会主推的Nike SB Dunk 那我们手头上呢也是非常地倒闭啊 只有这个最近刚刚收的这个Diamond的中帮系列 但是之后呢可能会问朋友借一下这个鸽子进行一下评测 那鸽子这双鞋在多伦多也是非常地倒闭 就是怎么收都收不到 然后因为排队可能太混乱了就取消了所有球鞋的发售 我也是非常地痛苦 那Dunk SB呢在它一开始发售呢 其实一直都很火 到了2010年以后呢就热度慢慢降下来 很多人呢也把自己手头上非常限量的版本就穿出来了 对吧因为降了 就是大不了自穿系列开始 但是呢就是最近就是很多明星把一些vintage的版本啊 就是穿出来 然后大家说带货嘛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球鞋本身就是一个带货的过程 然后把它炒热了 那之前呢像Dunk SB和Concept合作的龙虾啊 然后还有和Staple合作的鸽子 还有Diamond都是非常火的系列 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耐克今年呢 其实也很想主推这个Dunk SB 把它热度再炒上去 所以呢它也是重新把这三个最火的系列呢 又重新发售了 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SB这个鞋型的小伙伴呢 可以赶紧入手 因为我感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它就要涨价了 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啦 那我们这双鞋呢 就是1500块人民币收的 是吧 是不是很合适 羡慕不羡慕 那希望喜欢Dunk SB的小伙伴 赶紧入手吧 那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我一直拖了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一万粉丝的时候呢 我说回答50个问题 抽一个人送鞋 然后后来呢又说加这个福利 没想到呢简直迷了麻 这粉丝长得最近非常的快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那下一期视频我保证 保证一定我们会就是送出更多的鞋款 包括之前25个问题嘛 其实剩下25个呢 因为这个我感觉就是回答25个问题 这个热度已经在B站结束了 像耐克发协议啊 就我已经错过了那个热度了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大家觉得合适没有特别大的意见的话 我那下后面的25个问题就不回答了 我就直接把这个福利送出去 然后送出更多的福利 那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希望你帮我点一个赞评论一下 然后转发一下就更好了 然后就到这里啦 拜拜